印尼斗争民主党秘书长哈斯托日前宣布 左辉总统的长子吉布兰已经归还了他的党员卡 并且已经向党告别 哈斯托强调 根据印尼的法律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必须由政党或者政党联盟提名 目前斗争民主党与其他几个政党联合 支持甘查尔马弗的搭档 所以吉布兰必须选择其他的政党 哈斯托还提到任何人 包括吉布兰都不能够同时成为 两个政党的成员 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 都将对民主構成威胁 中文字幕积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